粉嫩樱花 白色梨花和梨花 近在眼前 春分时节 福寿山美景引人入胜 虽然白色情人姐刚刚过 农场的白色浪漫正开始 像我在我身后的就是这个梨花 是正在逐渐的展开 不止美景吸引游客 美食小吃还有古迹菊游 也很受欢迎 现在有很多老屋咖啡店 我自己个人喜欢那种 比较文青的地方 我觉得很有特色 很多古迹可以去看 台南最近也有很多新的景点 大概半年就会想要来一次 好久不见的国旅热潮逐步加温 观光局统计去年观光旅馆住宿率 六度中台南居贯有50.47%的住宿率 台中颈椎在后 第三名桃园住宿率也有将近四成 后疫情时代国旅渐渐起死回生 饭店业也掀起强客大战 六日或是连续假日 住房都会有九成次满房的一个 很好的一个成绩 那在平常日的话 也开始会有商务客的一个回流 75到85左右的一个住房 在疫情的控制之下 那也非常乐观在下半年 叫今年的第二季第三季 甚至到这一整年的住房 都能够整个带上来 嘉玲回来了 再加上解封有望政策松绑趋势下 让官旅产业也终于叛斗 那现场也做了非常多的智能科技的提升 还有50寸大电视的增加 还有就是地毯啊 还有就是墙壁 以及天花板都做了不同的色调的改变 以往我们是比较新古典主义的风格 那现在我们是带一点轻奢又现代感 古典风格也要顺应变现代科技感 大规模改装客房 还有智慧客房服务 AI机器人通通帮你搞定 观光旅宿夜出奇招要彻底摆脱去年5月 疫情阴霾重整旗鼓开始强壳 华语新闻综合报道 请订阅按赞分享华语新闻YouTube频道 并且开启小铃铛 即使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